我們再來討論另外一種複合敘述的形式 就是所謂的命題 就是寫成這個樣子 若P則Q 那這種命題的話 P我們稱為這個命題的前提 這是前提 然後的話 這Q我們稱為是這個命題的結樂 然後它的結果 我們稱為推論 這一部分我們叫推論 然後一個命題的對錯的話 就是什麼呢 就是推論對錯 推論對的話就對 推論錯的話就錯 那現在這個什麼呢 這個複合敘述 它的對錯我們是怎麼規定的 我們是這樣規定的 這有兩種情況 總共有四種情況 這四種情況的話就是 對對錯錯 我們對一個什麼呢 對一個敘述 它的對錯的規定 我們什麼呢 我們是這個 把什麼呢 把我們平常日常的用語 我們對日常用語的對錯 把它給什麼呢 把它給萃取出來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你邏輯敘述 你的對錯 不能違反什麼呢 我們平常講話時候的對錯 你那個邏輯的且 它的意思 不能跟我們平常講的且的意思 是相反的 要一樣 雖然我們在這裡說是規定 但是規定的話 必須跟我們平常的什麼呢 平常我們講話的那個意思是一樣的 好那我們現在齁 這個符合敘述它有四種情況 因為兩種情況兩種情況 二德四有四種情況 那就是對錯 對錯齁 好 那它的推論到底是對還錯的話 我們是這樣規定的 就除了什麼呢 除了由真前提得到假結論 這個推論是錯的以外 其他通通是對的 其他通通是對的 那這個什麼呢 這個是我們規定 這個命題的增值表 好 那增值表的話 對應到什麼呢 對應到我們那個 集合上的什麼呢 那個 兩集合之間的關係的話 有這樣的關係 這個什麼呢 這個是P 這是Q 這是Q 好 那現在這個 這個是 對對 這是對錯 這是錯對 這是錯錯 我們發現 就是說 當這個命題是對的話 是包括哪幾個區域呢 包括這三個區域 包括這三個區域 那這個區域就沒有包括 因為這個區域是錯的 也就是說 讓一個命題為真的情況 對應到集合 請問什麼情況呢 是這樣的情況 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Q 包含了P 因為這個就沒有了 這個就沒有了 P的話 就包含在Q裡面 也就是說 當什麼呢 當一個命題為真的時候 那麼呢 P 就包含你 就是包含你這個Q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稱 稱這個小P 是什麼呢 是Q的那個充分條件 這個時候我們就說 P是Q的充分條件 Q是P的必要條件 又稱P 是P運含Q 當它為真的時候 當它為真的時候的話 那個我們稱為 它是它的充分條件 它是它的必要條件 它是它的必要條件 那這個東西的話 跟我們平常的那個什麼呢 那個推論事實上是一樣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P的話 是什麼呢 是這個 這個敘述就是說 X 是這個正三角形 是正三角形 那Q呢 這句話的話 什麼 是這個X 它是這個等腰三角形 好 那我們說 如果P 它是正三角形的話 那麼Q 它就一定是等腰三角形 等腰這樣子 它就一定是等腰三角形 這句話對不對 這句話對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呢 這個X 這P X是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 所成的積合 是等腰三角形 所成積合的子積合 也就是說 如果呢 如果呢 這是一個等腰三角形嘛 那麼呢 這個就是正三角形 這等腰三角形的話呢 包含於 不是 講錯了 正三角形包含於這個等腰三角形 這個的話滿足什麼 滿足我們平常 他的呢 所謂的什麼呢 所謂的 所謂的蕦含的意思 也 也什麼呢 也等價於我們什麼 我們平常所謂的推論的意思 如果X是正三角形的話 那麼呢 X它是等腰三角形 這個推論是對的 好 那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命題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 跟那個命題有關的 跟那個命題有關的話 不然的話,我們有什麼呢? 不然的話,等一下我們來談什麼呢? 談這個命體的這個事態 我們命體的話呢,就講到這邊好了